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的这个成长背景 身份认同 然后呢你的冲突点在哪里 这个看点在哪里 其实这个都是有技巧的 还有没有更多的这个范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呢 有 我们现在要分享的范例 我们中文叫做用第三人称的方式 讲自己有多棒 我是一只熊 这个题目叫做 这个文章的开头 这个标题就是我是一只熊 是 我是一只熊 那当然这还有很多隐藏性的意思 那我们先讲说它是一只熊 第一个它说它是Teddy Bear Teddy Bear是怎么样 Good friend 对啊 很Fuzzy啊 很Heartwarming 很Welcome 很Friendly 对不对 所以在讲它的Personality 然后它说它是一个Grizzly Bear Grizzly Bear就比较凶悍一点 就是Decisive 很强壮的 对 因为它很Smile a lot 但是表示它做事也是Decisive 对 所以在第二个Bear的时候就讲说它去Intern的时候 它碰到哪一个事情的时候它是很Decisive 变成了Grizzly Bear 对Grizzly Bear是这样子 所以也来讲它的Intern 那后来第三个它讲自己是Polar Bear Polar Bear 你看北极熊 北极熊是什么 是不怕冷的 因为我们再给大家一个背景 这个学生他姓熊 OK 所以他说我是一只熊 对 所以 instead of saying我很棒 我说熊 就是不同的熊形容它的个性 就是要保证它的一些怎么说它的这个 Hall working 对 它的工作 Characters 对对对 那最后一个Connection 就是要它申请Cornell 这个是隐藏工具箱 OK 这个是万里绝招 OK 跟我们分析一下 那当然这个是梁律师的这个 专长 因为Cornell的Nickname叫Big Red Big Red Bear Big Red Bear 对 那Cornell是很冷 所以为什么说Polar Bear 表示我不怕冷的 也很配合我姓熊 就配合这个Cornell的这个学校的一个 风格 风气 校风 学校它的Nickname就是Bear 所以他又姓熊 他又用熊的第三人称 讲自己多棒的一个熊 然后他最后就说 哦 它要变成是一个Yogi Bear 它叫做Hall working Yogi Bear是很这个很劳力的熊 是的 所以真的有意思 因为你刚刚说用第三人称的这个方式 我还不太了解 这个是什么样 怎么样可以用第三人称 所以他是用 藉由熊这个动物 然后把自己的姓熊 然后呢 Cornell的Nickname又是熊 所以我们看一下 我们检查这个万里工具箱 第一个我们讲说你写的主题一定要要标性利益 你写童话故事啊 第二个你要引人好奇 它是童话故事里面的熊 然后第三个是大人物的小故事 然后把自己变成有名的熊 然后写小故事写自己 那接下来呢 故事的结尾又有改变又有感想 因为它要变成一个Yuki beer 稍微贪吃 但是它是很好working的 对 有没有幽默一个小品文 就这么上了康乃尔 哇 真的很厉害 但谁晓得可以用这种可爱 有点诙谐 但是呢 又能够很展现自我的一个方式 然后呢 赢得这个 我们是联盛定座啊 我们万里写作工具箱 然后我们9月9号开始 开课的这个八周的论文班 所以这个八周论文班 大家也会把这个UC的这个 写论文的方式拿出来 另外的通用文也可以拿出来 其实这是一直可以通用的 对不对 是的 主持人到现在也知道了 讲到现在 有好多东西都可以 这个UC的八篇 也可以用来通用文章 你在通用文章写的 也可以用在UC的八篇 对 所以其实只要学了下来 其实你碰到任何的题目 都难不倒你了 是的 所以这是一通百通 一通百通 那另外呢 这个9月10号 11号 也有这个免费讲座 那其实我相信 其实两位平常在我们 节目上跟大家 已经分享了非常的多 但是呢 其实真的要更了解 这个一方面高等教育法 另外还有甚至睡法 家庭睡法的一些问题 其实能够实地的到 面对面的跟两位律师团 其实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 对不对 是 所以我欢迎就是 带小孩子来参加 参加我们的讲座 因为这时候小孩子 他就会了解说 我要上大学 不只是成绩好 上大学 你是在跟谁竞争 跟自己的高中学生在竞争 然后呢 你还要用考虑家庭的收入 是不是可以帮你加分 对 其实真的是 是优势的地方呢 大家不要忽略了 可以 反而其实可以上哈佛 你不一定要挤破头去上 在加州的这些UC 反而可能付更少钱 都有可能 因为长春藤它是 像哈佛它是没有学生贷款的 所以它几乎是 如果是六万块以下的话 是全额可以上的 对 所以一定要当面的 利用这个免费讲座呢 跟我们两万律师 还有消息律师来洽谈 我相信呢 可以为你的孩子 或是你的家庭 每一个状况不同 有更详细 更量身定做的一个计划 那非常谢谢两位 来到节目当中 当然如果说大家临时 想起了什么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WeChat 跟我们的肖律师 肖律师会非常迅速的 为大家解题 是的 OK 谢谢两位 谢谢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 我是万女律师 我会帮你进去最好的学校 争取最多的奖学金